面对当前的疫情风暴,死亡病例也屡创新高 卫生总监担心诺西山间再次劝诫国人在封锁期间自我隔离 否则下次和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候,恐怕有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诺西山在脸书和推特贴文中呼吁所有人自我隔离 以便当再次相聚的时候,没有人离开 因此人们应该尽量待在家里保持安全 诺西山已经多次呼吁民众自我封锁 并提出了12项建议 包括了非紧急要事,人们尽量的减少出门 外书时,每个家庭只派一个人过线上购买日常用品 居家办公,看诊之前预约 这段期间在家里也不接待客人等等